央视数年春晚彩排进行的如火如荼,主持过数年春晚的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老师,最近却住进了医院,关于他的病情有多种传闻,网上甚至一度传出他去世的消息。 随后有网名为赵忠祥助理的人涮现发声,称赵忠祥老师最近一直在家,此事说法陈述遭遥,但没过多久,又有报道称,赵老师确实住进了北京某医院,记者赶布现场求证,了解到赵忠祥老师住在该医院五楼的单元病房。 还有权威媒体联系到了赵忠祥老师的儿子赵邦,他承认父亲确实住在医院,但并没有党传那般严重,只是救急复发,老年病而已。 关心赵老师的网友舒逸口气的同时,也对自取为赵忠祥助理的人画了个问号。 1月14日,有媒体开到老大当迪平先生赵忠祥所在医院,探视老友,进病房没多久就出来了,赵忠祥老师家人送客出来,一行人站在医院走廊里小声聊了一阵子,随后迪平在助理搀扶,下离开。 看来,赵忠祥老师身体确实出了一些状况。 赵忠祥出生于1942年,今年已经78岁高女,主持过多年春节晚会,堪称杨师台助寺。 2015年,赵忠祥协任是写主持人专业委员会主任一职后,日子过得比较悠闲。 基于时间写写书法,研究烹热料理,陪拍孙子,偶尔也会应邀参加一些节目。 去年,捏平加盲综艺我们的师父录制时,就邀请到老大当赵忠祥,作为助教一起参与。 两位精彩主持人配合一种默契,一平大赞赵忠祥懂得生活,做炸家面非常地道,而且博览群书。 赵忠祥则调查一平生活朴素,经常穿同一件旅服录制节目,可以看出两人友情非常深厚。 赵忠祥还邀请节目组到他的家里录制,赵将豪差也随之曝光,带到令嘉宾们叹为观觉,一度引发网友热议。 这只是赵忠祥老师平日里接待朋友的地方,命名为浪照会客厅,客厅和餐厅去装修的古箱。 古色,剩下空有四层,据说总面积达千余平方米。 书房刊笔图书馆,里面陈列了很多赵忠祥老师多年以来收集的图书。 他非常爱稀书,有的书陪他奏满床北,担心书破损,还会特意包上书皮。 鱼池也是大刀像一个小型鱼塘。 赵忠祥称,他养的精力比狗的智商还高。 和主人生活久了,可以允许主人摸他,甚至还会掉拖鞋半年。 既然这个豪宅是会客室,那么说明赵忠祥还有别的豪宅,也就是说,这老实经济方面非常有实力。 据悉,该豪宅位于北京三环里的一个偏僻小吃,附近就是北京古来艺术藏品市场,想必他之业与此,和兴致有关。 赵忠祥喜欢收藏,家里有很多无价之宝,藏品数量曾让朋友睁目结舌。 包括黄花梨顶级古家具,观摇极品青花瓷,也有一些玉器,小瓷器和翡翠等。 有些宝贝就是他从附近市场逃来的,但也有的是朋友寄放在这里。 此前,他参加节目时曾,透露,这些宝贝夹在一起价值应该不止五个亿。 对于自己的这些财产,赵忠祥早有打算。 他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,我的财产留给孙子,我就希望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赵忠祥1968年与太太张美朱结婚,育有一子赵方,从事IT行业。 曾有志情者透露,赵忠祥的儿媳妇是你平前夫的亲戚,当年就是你平坐没有,促成了这段婚姻。 如今,赵老师的小孙子已经有七八岁左右,是妥妥的头他小能手,小小年纪却是一万富翁。 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,孩子大部分时间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,也因此,赵忠祥对这个小孙子,格外疼爱又加。 平日里不顺着娘的赵忠祥,偶尔还会分享与孙子的欢乐时光,两人连坐姿都是同款。 但赵忠祥说,自己平日里比较忙,可能一周间上一面,因此,孙子和奶奶要更亲一些。 他曾透露,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就是孙子的出生,孙子是血脉的延续,给我的生活增添无限乐趣。 赵忠祥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,财产留给孙子和留给儿子,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。 无论如何,希望赵忠祥老师早日康复。 赵忠祥老师早日康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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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忠祥老师早日康复。